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嘴唇逝宜口红 描了细眉 这么角力的夫人对死去的丈夫不哭 她只是晚上和月亮漫步于王夫的花园 从房间露出来的不知是普罗尼修斯的弹奏 或者拿破里式的歌曲 跳跃在白色键盘上 Frau J.把德布希放在电昌机上 亭内白衣的断发夫人摇晃着珍珠耳环 挥动指挥棒 菊花的花瓣里的精灵在呼吸 夫人独自姗姗然泪下 亭内白衣的断发夫人摇晃着珍珠耳饰 挥动指挥棒 菊花的花瓣在精灵在呼吸 夫人独自姗姗然泪下 粉扑波动没有人知道投入丈夫棺果中的黑发 不哭的夫人遭受各种误会 为了要和丈夫子死的悲哀搏斗 化了眉而红唇艳丽 那悲苦是谁也不知道的 夫人扬起脸 长睫毛上有弹影 苍白的唇上没有口红 戴在耳边发上的茉莉花 把白色清香溢向叶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的诗人杨赤昌为台湾文学超现实主义的先行者 他认为现代诗要创造一种新形象 呈现人们潜意识的精神生活 在台湾现代诗史上留下于日剧时期 以写识为主的反抗文学 大乡静庭的文学风貌 文学科学院主义的夜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